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3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开一个新闻茶座 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的学生为什么会反感西方文明 这个 这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从哪里带出来的 从这个人物周刊的一个访问,人物周刊访问了一个 蛮有名的一个公知,这个人叫崇日云 崇日云是这个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开了一门通识课 这个通识课叫西方文明通论 介绍讲解西方文明的演进和特征 同时也把中国历史和西方文明的这个 进程 进行这个对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程,通识课 而且他这个课程是针对这个 第一年级的本科生,那么就是刚入学 是一个必修课,这个每年的这个 政法大学的新生都要上他修这个通识课 他这个课程呢就让人很意外,这些中国 这些政法大学的学生,政法大学是一本 中国最 最高级的这个 培养这个政法人才的这个学校 那么这些低年级的学生反应有三个 第一个很受启发,第一种反应很受启发 耳目一新 第二个反应,毁三观 民族情感受到伤害 第三个反应 向学校打报告 这是三个反应 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他说其实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 这个清政府和英法联军谈判失败 谈判失败之后呢 中国政府清政府就把这个 把这个英法代表团,跟他们谈判的英法代表团 39个人 抓到北京去,包括记者,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他们的家眷 抓到北京去 虐待 虐待到什么地步呢?残忍的杀害了21个人,其中21个人 活下来是18个人 那么肢解他们的尸体 然后活下的人都身上涨躯 有些人还疯掉,因为残忍地虐待他们 然后英法联军就攻入了北京 火烧圆明园 惩罚这个清朝皇帝 他是一个这样的进程 他说那个崇日云说,他是上课讲的这个,这些历史的时候 这些学生的,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认知被颠覆 情感上受不了 接受不了 那么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支撑他原有的一些判断 他说 从日云说,他说我希望学生 学生们接受的一种健康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爱国是人类之爱的其中一种 应该将他安顿在 爱他人 爱社区 爱民族 爱国家,爱人类,甚至爱地球的序列当中 爱国也不能以对别人的盲目仇恨来实现 这崇日云说 当然他的表述肯定要符合 他生存的这种环境啊,大家理解 所以呢,崇日云 这是个访谈,他对记者 他对记者来解 用他自己的生活经历 来解释这些孩子的处境 他说 他说我出生在这个辽宁偏僻的乡村 小学四年级 学校就停课 所以他能理解 现在孩子们 在思想上的困境和困惑 他首先是困境,思想上的困境 崇日云很婉转的表述了现在孩子们的 所面临的这种教育环境 那么崇日云高中毕业以后就在他们的生产队当了会计 然后就他说,他讲他的经历,他说 他被派去大寨,农业学大寨 参观 参观学习 他在大寨的时候,他发现 他在到处都是 被打扮的痕迹 而且大寨的农民就像他们那边的这个四类分子 大家知道什么叫四类分子吗 地主 地富反坏 地主富农 反革命 坏分子 地富反坏叫四类分子 一样,低眉顺眼 遇到参观的人惊慌的回避 不和你进行眼神交流,也不和陌生人说话 就是大寨 说大寨的那些农民 所以他对他内心就很 他就觉得很怀疑 他警觉,他对这些事情开始有些警觉 他就很怀疑,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对这个现象的怀疑,最终可能会导致对结论的怀疑,就是农业学大寨的怀疑 所以呢,他发现问题,他当时发现问题呢 是靠什么呢 靠直觉,靠经验 崇瑞云说,他说我的今生世界 他说我的今生世界 最初 是由那个时代,当然那个时代讲的就是文革 文革时代的宣传和教育塑造 想跳出那个框架来思考问题 必须借助什么呢 相应的思想资源 但文革那种完全封闭的条件下 你想获得 和他们宣传 和他们提供的这种 信息 不同的信息 是不可能的 他讲的是他成长的时代 所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自己的生活经历 所以我要开一个通识教育 所以呢,他主持的这个西方文明通识 就是每年全校两千多名本科生的这个必修课 所以 在他看来 通识教育能够打开这个信息流通的渠道 让学生得到更多元更平衡的信息 很婉转嘛,非常的婉转 学生学会用合乎逻辑的思考 接受现代文明价值的熏陶 这是非常婉转,就是 就是提供一个 思想框架 思想框架或者是思想资源 或者再提供一个 一个和他原有接受的 信息,完全不同的信息 所以呢,他就在 他这个 人物周刊就 把这个访谈 刊登这个访谈 人物周刊就问他,他说 你教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文明通史 在学生 在学生的知识结构里面并不完全是空白的 你讲的和他们原有的知识有多大的差异 这已经很进入 进入关键的部分 崇日云就说,他说 一些学生 听了我的第一堂课 都会喊 崩溃了 那问他 为什么让他崩溃 崇日云说,比如我告诉他们 我告诉他们 所谓西方文明在近代领先 是因为对内外的掠夺 不符合历史 西方进入现代文明,主要是内部经历了思想积累 权力积累 制度积累 资本积累 和技术积累的结果 而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实现了和平 不太可能用战争解决纠 而且最新的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现代化说法 水平越高 战争的意愿越低 然后 人物周刊就问他,你讲这些学生接受吗 崇日云就说,他说大部分能接受 但有一些不认同 但能够宽容我的说法,姑且听之 有一些不接受甚至反感 他说从 1985年,他1985年开始当老师 他说我讲授的内容和学生既有的知识 很大的差别 总会有一些学生不理解,感情上受不了 而且还会有些学生去告状 他就说 爱国是值得肯定的,总比自私自利,只爱自己 没有一点公共意识强 但是 怎么爱国 是不是健康的爱国主义 或者理性的爱国主义,你对祖国爱的建立在 你对祖国的爱 得建立在对中国历史 和文化 对其他的文明的遗产 对中外关系的历史的客观 全面的认识的基础上 他话外之意就是 中国的学生 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 建立在 一个 反面的基础上 然后人文周宽又问他,他说 哪怕你只是 讲了具体的史实 也会触犯一些学生的民族感情 从日云说,是的 有些学生会说 你怎么老说西方好 我经常遇到 有人在我的评论说,你怎么老说美国好 难道我们中国就不好吗 你不是中国人吗,我还有人说 你如果不喜欢中国你就不要说中文嘛,你说别的语言嘛 中文就被他垄断了 你不爱我们的国家吗 他说学生的这种反应是基于一种情感 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 那么 学生的 学生是情感思维 情感支配判断 他说 只要你从正面阐述西方文明 他就反感 这是我们今天的标题 然后周刊就问他 这种现象是个别的吗 还是在学生中很普遍 从日云说 不是个别现象 很多学生都是这样反应 特别是在新生当中 许多人仍然用中学的东西来衡量 大学课堂里的内容 他说的这个中学的东西很重要,我们后面来翻译一下 许多学生相信 西方文明是好战 其中一个根据就是十字军 那么我告诉他们 在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的分布 后来伊斯兰教的扩张 占领了原来基督教的大部分的地盘 然后才有十字军的收复失地 这才是完整的历史 十字军东征是古代民族 宗教间常用这个武力征伐的一部分 并不能证明西方文明具有侵略性 另外一个根据是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 就是学生说 都是西方人发动的,以西方为中心 我向他们解释 西方国家小 而且相互打仗的时候 将殖民地也会卷进来 所以一打就变成了世界大战 所以但这并不是 这本身并不意味着 西方文明更加野蛮好战 他说他举例,他说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 西方国家之间实现了和平 举美加边境的例子 然后打出一张美加边境千岛簿,就是五大户区 的图片 有个学生就站起来说,老师你说的不对 你知道千岛湖污染特别严重 不像我们的千岛湖环境那么好 他说我在讲美加边境的问题 怎么会提出污染的问题呢 什么意思,他说 就是听你说西方好 他就不爽 抓住机会一定要说个西方的坏来 事实上 美国千岛湖的生态相当的好 然后 人物周刊说 学生接受教育在谈到中西方文明关系的时候 似乎有一套模式 他说是的 崇日云说是的 再比如我们课本里面讲赵州桥 是世界上最早的 单孔 厂间式大型石拱桥 说我们课本里面讲,中学课本里面讲 说欧洲五六百年之后才出现 这种说法给学生一个印象 就是我们的造桥技术 比西方早几百年 其实 造桥桥在局部技术有创新,这个没有错 但是 2000年前古罗马 大型石拱桥已经非常的发达 中国的造桥技术 跟古罗马比,那还是差很远 建筑技术,中国不要谈建筑技术 建筑技术 西方比中国先进太多 中国 中国的学生最难接受的是 最难接受的还是 中西方关系的历史 那么我们的教育,他讲我们的教育,当然讲的是中学教育和中国 大学教育 我们的教育将近百年来中西关系 简化为 侵略与被侵略,强盗与受害者的关系 渲染受害者的悲情 实际上 近百年来中西关系很复杂 那么当你还原的时候,学生情感上就是接受不了 我举一个例子,这两天我看见一个例子,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说这个稻计 稻计是一个 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是个女的传教士 他去北京的时候 130多年前 就是188几年的时候 188几年 他到北京,他当时去北京传教 他在北京 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当时中国是没有厕所 中国是没有厕所的,大街上屎尿横流 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女人 中国的这个妇女生产的时候的情况 那当时的生产是 接生婆 孩子生出来 难产 一定会死掉 难产一定会死掉 没有难产,顺产下来 把这个旗带剪掉 一把这个香炉灰上去 就是 就是止血了 然后呢小孩子就会 隔不久就死掉 感染 然后孕妇也会死掉,也是因为感染 然后他就看到中国,当时中国的这个 新生儿 的存活率 还有产妇的存活率非常的低 然后他看到这个情况,他就回美国 募资 这个募捐 筹集资金 1885年 他 回到北京 在安定门 北二条 盖了12间平房 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这个妇产医院 这是当时的情况 叫倒计医院 1920年的统计,这个比较早期的统计 传教士,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建了多少家医院 820家医院 当然中国当时是没有医院 当时中国所有的医院 都是传教士建的 目前中国各地 所有的,你见到的除了解放军队医院之外 所有的三甲医院 他的前身都是 教会医院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就是你说在 在描述 中西方近代史的关系当中 中共刻意不讲这些 中国 比如说讲改革开放 从来不讲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援助 每年是我印象中是 印象中是30亿美元 一年给30亿美元 那很多钱到当时 然后就是 人物周刊就问他,他说你主持西方文明通史 是学校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在你来看 通识教育为什么是必要的 崇日云这么说,他说 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 也是人的教育 这是公民教育 是高层次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 那么他的目的是培养和 具有现代文明教养的人 和负责任的公民 所以他承载着传播现代文明的 基本价值使命 这个描述的非常有 非常有 有力量 是现代文明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现代社会 正在建设现代文明 所以需要传播 现代文明的价值 所以我认为传播现代文明 那么 基本的基础工作包括 所以这就跟什么有关,跟洗脑有关了 包括传播现代文明价值的 基础工作包括什么呢 除障 去除障碍 解闭 解开蒙壁 矫正 纠正扭曲叫矫正的工作 就是学会 正确的思考 把蒙壁的东西发掘出来 把歪曲的东西纠正过来 那么 我从日云的这个教学,教学的这个经历,我们可以说明两点 说明两点 第一点 中共在中学阶段就开始进行了系统的洗脑教育 那这个中学的系统的洗脑教育 是中共建立整体洗脑工程的基础 它会影响人的一生 从日云其实讲的是那些 刚刚从中学升上来的这些大学生,出低级的大学生 低年级的大学生 他们的这种看待 新事物的一些反应 所以我们从日云的这个教学,我们看第1个 中共在中学阶段进行的这个洗脑 影响人的一辈子 我等一下会讲我自己的体会 第2 中学洗脑工程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教材 这个教材是建立在 中共所谓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中共的唯物史观是什么呢 就是 篡改 扭曲 掩盖 曲解历史 这是第2点 历史很重要 历史为什么重要 历史构建了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基础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的源头在哪里 我们 这件事情 对我们影响很大,每个人都会问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我到哪里去是未来 我从哪里来是历史 它是构建我们身处的世界 和文明源流的关联 所以历史很重要 对历史的学习往往 会影响 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和角度 那么中共构建这种虚假的 带有仇恨色彩的历史 目的只有一个 目的只有一个 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历史依据 为什么我要阶级斗争 为什么会有阶级斗争 从历史就有阶级斗争 所以他建立了一套 以维吾史观为基础的 阶级斗争哲学 他的历史 整个历史贯穿了阶级斗争 那么为中共的斗争哲学 提供逻辑基础 所以他不仅仅是他要 他把大家都变成这样 就可以认可他的行为 这是第2点 第3点 在这种教育 在这种教育条件之下 中国的学生从中学开始 他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就是第1 认知是一致的 大家上同一套课本 他认知是一样的,一致认知是一致的 想法也是一致的 你只能有同一个想法 然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思想是一致 所以中共 用的最多的词汇叫什么 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是什么 统一思想 是有前提的 就是认知一致 想法一致,最后是 思想一致 所以中国的学生很聪明 中国人都很聪明 中国人的聪明是环境 逼迫下的聪明 也很勤奋 但是 他们的思想特征有五个特点 我只说负面的 正面的我不说 第1个排他性 排他性 排他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一致的要求 就是我们以前上课大家很简单 把手必须这样 把手 这一致性 中国人很强调这种一致性 一致性的结果是什么 一致性的结果就是排他 当你都要所有东西都要求一致的时候 你就排他 不一样不行 这是第1个 第2个排外 排外的几点是什么?就是筹外 所以你看中国人 中共最希望大家排外 一定要老百姓排外 筹外 筹西方 仇视先进的 仇视发达的 仇视比我们优胜的所有的一切 只有你仇视他们 你就不会接触他们 你就会拒绝他们的援助 而且你会 不会向他们看齐 中国人有句话叫见贤私奇嘛 你都民主了我也应该民主 你就恨他民主 我就不要求民主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 帝王术 这是就是排外性 第3个是极端性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那种 上来就打仗 肉体消灭 就是 和平 什么叫和平 用核武器炸平 叫和平 就是很极端 思维非常的极端 你从习近平的想法 你从红卫兵的想法 他们都是非常极端 我经常讲 我很讨厌那种 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是什么 上帝视角就是看着你不顺眼就搞一下 搞一下你对你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但是这种上帝视角其实是非常极端 第3个叫极端化 极端性 还有就是狭隘性 狭隘性这是信息量少造成的 他只给你提供这么多 多了都不给 其他和他的理论 和他的体系 不匹配的 有差异的 甚至是对立的 所有的信息全部 灭掉 所以你只看到这么多 所以中国的学生会很狭隘他只看到这么多 而且他拒绝接受 和这个不一样的东西 第5个 第5个最重要最要命 就是封闭 封闭性 总结就是 台塌性 台外性 极端性 狭隘性 封闭性 所以呢 通过崇日云的这个访谈 我现在是明白了 我之前经常 讲一个话题 今天想到 就是 我一直不明白 不明白说中国人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这莫名其妙的这种文化的优异感是从哪里来 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 我其实是 没有想通 没有想通 那我看完这个我看完这个崇日云的这个访谈 我现在 不说是明白了吧,我现在想到了一个方面 是什么 这种 这种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 来自于 无知和狭隘 来自于无知和狭隘 其实就是我们有个成语叫夜郎自大 我有 前一阵子吧,我刚来的时候 我刚来搬到这边来的时候 我经常 散步,我很喜欢散步啊,就在 在周围散步,散步就看别人的民居 这民居,美国的很多房子随随便便就一百几十年的 时间 我就当时我就很感叹,就是我看到这个民居我就很感叹 100多年前 美国人 你看到明俊就知道 他的台阶 他里面,我们以前看房子,买房子看房子,都有100多年的历史 里面的这种 卫生用品 厕所,洗手间 浴缸,浴池 马桶 洗手盆 100多年的历史 100多年 我不是说那些用具全部都是100多年 是他们已经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是已经有 有厕所,有洗澡 那100多年的中国 别说家里没有厕所 公共厕所都没有 100多年以前 中国 那你看一下别人的生活方式 你就知道 中国的100多年前的中国,其实和西方国家 差很远 美国100多年前还是个殖民地呢 你还没看 你还没去英国看看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这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冲击的 就说 你要了解什么 你要了解 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我们受到的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 中共在我们脑子里装进去的都是些什么 都是屎啊 都是屎啊 崇日云很有名 其实很有名 我们那个时候 我曾经看到过 我找了一下 就是崇日云 2013年 给他们的毕业生 做了一个演讲 那个演讲很有名,那个名字叫 人生多骑路 你将如何选择 那么他是 他中间有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 当时的这段话 冲击力很大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者红卫兵运动 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 你能不能清醒的说不 全文你可以找来看,我去念其中一段 如果你没有这个见识或者勇气 能不能至少 做个无害的逍遥派 面对滚滚而来的着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 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 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 你还可以选择消极抗争 如果你不能勇敢的表达 你可以选择含蓄的表达 如果你不敢含蓄的表达 你可以选择沉默 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 但你还可以把调门 放低一些 在你主动或者被迫干着坏事时 能不能内心还残留一点不安 和负罪感 这一点不安或者负罪感 乃是人性 未明的标志 即使你不去抗争 但对其他抗争者 要怀着几分敬意 即使没有这份敬意 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 使绊子 助纣为虐 我希望 你们在大朝习来时 选择站在理性一边 文明一边 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当你们走出校园的时候 你们面对一个特殊的社会 这个社会 已经是一个 高效率的大染缸 有悲情吗?真的很悲哀 政法大学 出来的学生都是在 司法系统 公安、检察院、法院 这是中国社会最黑暗、最肮脏的领域 从日云知道他们这些学生 都会变成坏人 所以他说这番话 这番话多么悲伤 多么悲伤 这是 一批一批的 毕业生 走向 叫什么 高效率的大染缸 他这个文章写得非常的感人 我看这文章我这每次看的文章我都 我都很感动 所以我看到他这份 这个访谈我就很有兴趣看 看下来我真的是 很受冲击 因为我想到我自己 我想到我自己受到的那些教育 高中历史、高中地理 这种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我今天就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 这个议题 我也希望大家集中我们 我们新闻 新闻茶座的我们的规则就是我们只讨论 这个议题 好吗 我们以前讲过 中共洗脑但是我们没有接触到中学这个领域 那么我们现在从日云给我们展示的一个 中学教育洗脑 对人的影响和伤害是什么 好我们下面 那我们 主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我通知一下大家 美国下令时是3月14号 就是明天星期天 变更就是 变更就是提早变成一个 下令时就提早一个小时 提早一个小时呢在我这里那就不变 就是仍然是 仍然是上午10点 整个北美不变 就是 他提早一个小时等于我们也提早一个小时 那么北京时间就会推后一个小时 北京时间会时间上会提早一个小时 那么我通知他家医生 那么周日的clubhouse的直播呢 每周时间就会延后一个小时 就会全部都我们就以后都是全部都是 北美时间全直播一 从明天开始 全部都是10点钟 10点钟 那么 我回头会在 社区会在YouTube YouTube的社区会在Twitter 脸书上面发公告,请大家留意好吧 那么另外鸣谢一下,鸣谢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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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佩王先生总是这么能够做出如此有意义的选题 今天又是一期经典,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好,谢谢 归人666,谢谢 我们所有的近代史甚至是古代史 都要重新学习 今天终于了解我们被骗的程度 原来我们一直被骗几十年 是的 是的,我们一直在被骗 所以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很多的谬误的来源是什么 而且 保持警惕 Helen 谢谢,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谢谢王老师的客观理性全面 通识教育 观点,中国学生反感西方文明的说法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或者说这依旧是CCP的宣传 目的是抬高自己,达到操控人心的目的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的中国年轻人 哪个会拒绝西方文明带来的硕果 包括那些粉红、深红 不要低估中国的年轻一代 到了改朝换代的那几天,他们不会是阻力 我觉得你大概理解错了这个题目 观点,被洗脑的中国学生不知道三件改变世界观的事 一,虽然西方轰开了国门 但真正侵略中国更狠,甚至使中国真正面临 救亡危机的是俄日这两个强龄,而不是西方 俄国抢走了我们中华最多的领土 二,这几十年的经济强劲不是因为党的英明领导,而是西方 敞开怀抱 让中国进入全球化 三,西方政府平民 和教会一直源源不断的,甚至是无偿的捐助 捐助中国 他们不告诉孩子,他们教会孩子去恨 恨才能被利用 才能从恨西方到恨民主 恨人权 恨自由 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 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 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是对运用自己的理智 无能为力 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缺乏勇气 决心 去加于运用时 那么 这种不成熟状态 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 中国学生对于西方的不接受 是因为中国一直未成功的启蒙运动 近十年还呈现出一种 倒退和反启蒙状态 人无法 主动用理性 去对事物做判断 这也是CCP所期望的吧 观点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劣等民族 引导人民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是 政府的责任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我认为你的描述不准确 中国政府 我们应该讲是中共 中共是怀着深深的恶意 在 在建立一套完整的 从我们从小 到我们死 这整个过程的一个洗脑的过程 这背后是中共深深的恶意 所以不是缺失 不是缺失,缺失是什么 缺失是一不小心没做好,没用心 不认真 敷衍了事 造成的后果 那 这不对 中共建立的这套洗脑工程 背后是有用意 有刻意 用恶意 来建造的这道东西 所以我们是我们是这个这套体系的 受害者 不是缺失 观点 西方教学与中国教学完全不一样 第2 中国近代史完全是会史 第3 长期的思想控制以及 思想打压 并且在中共针对性的宣传下 会对国人产生斯德哥尔摩 效应 最终国内的学生会对西方文明产生明确的误解 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仇恨 说白了,你们一直无理由的欺负我 我肯定恨你 这就是中共的教育 原因是 中共只宣传他们打我们 而且没有理由 但是每一次所谓的侵略 总是有一个原因 不然别人为什么要打你 中国有句话 这个宣传 中国有两句话是深入中国人心的 第1句话 落后就被就要挨打 这句话是深入中国人心 然后就是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两句话中国人非常受用 所以中国人张嘴闭嘴就这两句话 落后就要挨打 挨打的原因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落后 但事实不是这样 中国挨打不是因为落后 中国挨打是因为什么 因为犯戒 你看一下,每次中国挨打都是因为犯戒 这跟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 你看世界上有那么多落后的国家,他们都没被挨打 他们都没有挨打 只要你犯戒才会被挨打 这是第1个,第2个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构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这就是典型的丛林法则 中共就是把这两样东西 灌输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去 我们很多时候就用这样东西 去衡量这个世界的关系 情况,今天看到一个小学在开学第1课,同心向党,喜赢百年 真做自立好少年 在这样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孩子 能分得清党和国吗 观点 中国近代史 教育一直有先生欺负学生的问题 我们要学西方 但西方对我们不好 我们就不愿意学了 但实际上日本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 日本的国门也是被西方用 尖船力炮打开 但日本在黑船 扣关之后 一方面攘移,一方面入欧,侵略是要反 但是西方的好东西也要学 在思想上体制上学习西方 与在国家利益 国家权益上抵抗西方 并不矛盾 他山之石的取舍 应该本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和我们自己的反思 这一段观点 我有两点 补充,第一点 西方对日本的明智维新 他对西方的拥抱 是没有保留的 没有保留 所以明智维新他可以取得成功 原因是 和刚才你说的这个完全不是一路 就说我们还是要坚守这个 然后去学习好的 坚守自己的,其实不是的 你就看一下明智维新就知道 日本人其实做事情做得很彻底 彻底到什么地步,彻底到他连服装都要改 要穿西服 所以其实 日本的明智维新的成功 不是说我坚守我原有的,然后我再学习西方好的,不是的 他说我要学习西方所有的 这才是 明智维新为什么会成功 而阳雾一路会失败 他们中间的 差别 就是这个,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同意 我认为 日本做得很对 而且日本成为明智维新的成功,就是 日本没有保留的拥抱 西方 情况,以前看五湖乱华的时候,觉得湖人很坏 后来了解到,之前的汉人如何奴役胡人才恍然大悟 后来也不在汉,满清不在汉恨日本 没有谁是无辜的 认为应该好好的活在当下,不要轻易的仇恨别人 汉人其实 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就是 什么叫野蛮 清朝对于壮主 壮主他们这几个少数民主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就一个态度,啥都没什么态度 态度是什么,就是把你们赶到山上去 赶到山上去还不玩 还没有,还不结束 山脚下建一堵墙 这堵墙上面只有一个门 那么一个月开一次门 你们不能够下山来 什么叫野蛮,这就是野蛮 就是汉人,汉政权 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所以 明清时期就是这样对待少数民族 所以非常的野蛮,你想一下这是什么级别的野蛮 所以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 真的是骗我们的 骗死了我们的人 观点,中国生活的人本身在学业阶段 没有培养逻辑思考能力 再加上国内自身个体的贫穷 让他们对外事物的自卑 普遍外在事物的高贵,高消费,让他们形成心理上本能的抗拒 连日常生活说句英语 或者健身提一个 以英文名字命名的动作 他们都会觉得你做作 什么文化自信,文化 文明自信 就是给个说法,让他们缩起来骂外人 好让外人跟他们一起比略 情绪 现在别说史实了 我在网上留言指出有的产品是抄袭外国品牌 并无贬低之意 然而下面就是一堆的喷,我只能一个一个拉黑 观点,西方传教士大力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建立医院 学校、孤儿院等等 在CCP的描述中 传教士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资源的象征 情况,从中国语言教育 语文教育可亏一二 中国语文文章大部分都是情感教育 古思辞富 作文也基本上没有逻辑推理 有些表面看似是议论文 其实本质仍然回归到爱国爱党等人生哲理的大空话 反观西方教育,美国教育,西方美国教育 从小学开始训练逻辑推理 作文是给一段文章,比如大学政府发的一段通知 让学生提出这段通知有哪些问题 并逐一评论 如果考过托付和GRE的都了解 所以中国培养出的学生缺乏逻辑思考 独立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观点 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天赋人权 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上 社会体制追求公平和自由 并且持续的自我反省 这几点和CCP本身是矛盾 CCP靠谎言获得政权 建立政权 维持政权的稳定 非常正确 很精辟 这几段话我都说得非常好 提问,我身边的人总说日本抄袭我们唐宋时期的建筑和文明 但在日本的朋友说 之前日本是模仿长安和洛阳 现在经过改良,已经是日本自己的文化了 可身边的小粉红不这么看 甚至我们看到有人穿着汉服 去日本寺庙和神社拍照 自嗨的说 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属于我们中国的 清华老师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看待自己的问题 看待问题 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吗?谢谢 心态吧,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 就是 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 我在日本 我在日本逛的时候 老实讲,日本那些寺庙修的 真的是很好 很好,他有他自己的 当然他的很多 很多制式,很多建筑方式 很多的样式,很多的款式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建筑的 这个影子和精髓在里头 但是其实日本人 他包括他的 主要是寺庙嘛,我们讲建筑主要是寺庙 他用了他们自己的建造方式 他们用了他们自己的材料,他们进行了很多的革新 所以日本的寺庙真的盖得很好 很好,很坚固,非常坚固,也很精致 现在 我们用现在的时代来看 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寺庙跟日本现在的寺庙 没办法比 差的,那是天差地别,差别实在太大了 没有,不在同一个档次 那你说啊,那都是我们的 那你就赢了嘛 最重要,这就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情况,作为农村出身的人,我从小到高中接触的都是教科书的历史 那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小粉红 高中时经常看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 偶尔在其中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 大学开始接触互联网,了解很多东西 最终彻底反转 只要愿意 多了解,多思考,任何人都能形务 非常正确 其实更多的人是 更多人选择的是懒惰 就是我不愿意改变,我不愿意改变,我按照原有的路径 路径 信息获取的路径 思考方式的路径 行为的路径 典型的这个路径依赖 路径的依赖就是因为懒惰 我不想改变 观点,王老师经常说大陆的年轻人有希望 但是在我身边我认识的年轻人都 非常的符合,符合今天所说的情况 40岁以上的对大陆的认识比较清醒和客观 特别是50岁左右经商的人 完全不相信报纸媒体说什么 说白了还是被骗多了 年轻人还是有希望 我们还是要对年轻人抱有希望 为什么,因为 当然不是全部啊 就是说 你总是中间还是有很多,我还是认识很多年轻人 他们有见识有见地 很勤奋很努力 那么他们的自身的条件也很好 有这样的人 也有你说的这种人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我还是觉得我们要心存希望,心存善念 心存以人为善的这个心态 这样就比较,我觉得就比较正向 观点 中共对民众一边愚弄一边欺骗 排他排外极端狭隘封闭 归根到底是几千年 封建统治的帝王术 CCP一边说自己打倒了封建统治 一边延续这种方法 统治中国非常正确 观点 我认为 我希望大家不要用个人 我认为就好,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 不追求 不重视真实 一旦把真实彰显出来 王先生提出的狭隘 排外封建等等问题 就自然会消失 观点,我是学建筑的 中国的建筑式样几乎这一千年没有变化 和政治体制 和思维一致 而且和古罗马的建筑完全没有办法比拟 那真正没办法比拟 更别说古罗马的政治制度 再比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完全是借鉴了日本建筑大师的作品 以及庸俗画 而且建筑门前的阶梯完全给人一种帝王气息 当代思维 那个中国门 丑死了,丑哭了 世博会的那个中国馆 我一看那个中国馆,我就觉得,我就摇头 就是 你一看 散发中一种 封建主义的 腐臭味 观点,以前念书的时候教授说 大学所要学的是如何独立思考 硕士所要学的是做学问的方法 博士要学的是看懂大师的理论 而博士毕业才代表你入了门 才能跟上大师的脚步 而这仅仅只是 站上了做学问的起跑线 后面才是真正的跟大师交手 OK 观点 抗日的中流砥柱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赶走侵略者 三年自然灾害 数不清的叛徒公贼反革命 CCP制造了数不清的谎言 事实只有一个,谎言 可有无数 这样的国度里科学没有发展的土壤 非常正确 观点下情况 王老师提过过去中国国内中学老师 开小灶的问题 过去在台湾二三十年也发生过 后来台湾发生了 教育改革 虽然成果并不完美 但这种现象是消失了 提问王老师,我发现我处在一个对中国社会很失望 对美国社会也没有安全感的处境 我觉得美国社会左派民主也很虚伪 但是我更不喜欢国内的压抑和谎言 请问我该怎么办 美国社会 美国社会也很虚伪 我不知道你说民主的虚伪是什么 就是假民主吗 假民主你这张选票是假的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建立在那个 美国的民主的虚伪的基础上,我们没有讨论的基础 好吗 我不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 我们认知有完全不同 如果你不喜欢国内的压抑 那你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 然后你又不喜欢国内的压抑和谎言,那你让我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 观点,大学时期有一门必修的中国军事理论 我当时就感觉里面 暗躍镜所讲的内容 在我脑子里 在往我脑子里喂食 幸运的是我修了一门美国文化 带给我很多思想上的启示 至今我还感谢这位老师 中国军事理论 中国军事理论就是 左边又一记 右边又一记 各种计谋 中国没有军事理论 中国军事理论就是36G 情况 现在中国国内的抖音视频一直在宣传一本书 《罗之经》感叹 以后中国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 为自己的孩子感到担忧 情况一开始 我研究学生的心理问题 后来 发现超过80%的中小学教师 存在心理或人格问题 两年前他们把北京教委三年来为 教师提供的心理课程拿来 发现大多数 心理课件 远落后于当代教育思想 最后一看教材 基本上是党的教育路线加心理学名词 观点 中国的学习方从清朝 到当下 都是从维护统治者 做出发的 能够加强统治就学 会威胁执政的 执政者 就视为糟粕 当下和世界接轨就是技术接轨 民主法治不接轨 到头来还是一场洋务运动 一场新的甲午事变 就可能一切归原 非常正确 很对 情况我毕业于国内某大学历史系 作为修读历史学的学生三观很受启发 也接受了修默的自然神理论 但普通学生受马克思影响 认为人通往共产的目的没有意只有力 如今虽然毕业五年我常会读书 感觉 修读历史拓宽视野 如今文史哲这些传统人文科学 在中国大学很边缘化 我读大学时周围修管理科的同学完全不读书 他们认为中国学生的思想狭隘封闭 与此相关 我认为中国的学生现在最大的问题 从小学到大学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阅读量太少 中国的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阅读量太少 当然 在中国现在的环境现在开始焚书坑儒 中国各个图书馆现在开始全面 全面进行这个过筛子 就是 跟中国共产党思想不一致的思想全部清理掉 所以在国内也没办法大量阅读 大量阅读也没什么用 但是我自己的体会 就说 以我女儿在美国上学的这段时间 我观察他们的这种教育体系 我认为 中国教育 基础教育也好高等教育也好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阅读量不够 中国的学生跟其他国家的学生,跟美国吧,其他国家我不说,跟美国吧 他们中间的差距来自于什么,阅读量 这很重要 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观点,中国的洗脑在中学时期 会把 每个人以后的思想发展定了形 我是老三届 数十年没有回到中国,最近回去 和初中的同学谈天 发觉他们的思维和文革是差不了多少 其中大部分没出过国,有几个出国 出过国或常驻美国的,思维还是老一套,文革时期的思想 观点,今天的直播节目很精彩 网友的观点也很棒 真心非常喜欢王老师的节目,让我们思维更加清晰 谢谢你,谢谢你的肯定 情绪,希望王老师带领我们 唤醒身边的人 不一定要有大的爱国情怀 而是拯救渐渐冷漠的人性 非常感谢你的期待 我是这么想 我当然会告诉 我的新闻专业 让我有一个职责 就是告诉大家 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中美之间发生了什么,在亚洲发生了什么 然后帮助大家去解读,用我的专业,用我的经验,用我的认知 用我的思考 去解读新闻 这是我的专业 但是我们不仅仅 要停留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发展到更高的领域 这个更高的领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一个 物欲的社会 我们要追求精神的 享受,要有精神上的追求 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我们尽量的朝着这个方向 去推动 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你看今天有这么多这么棒的 观点和看法 这是 这是每个人的贡献 非常有价值,所以我非常喜欢我们的互动环节 所以我也每次都讲,请大家点亮小铃铛 请大家关注我的这个推特号 请大家关注我的这个脸书号 尽量的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发表你的观点,我们的观点 很有价值 好吧,那我们还有一个,我在这里还特别提醒一下 明天我们有clubhouse的直播 那么我还是双平台进行,我这次会改变一下,希望能够改善一下我们 直播从房间出来的声音的效果 我今天会,明天我会 用一种新的方式,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 如果好的话 我会不断的 进行各种尝试,希望能够 给大家一些新的体验 当然新的事物 不完美 甚至会有缺陷 我们可能要忍耐一下 就是说 忍耐一下,我们会得到一些 全新的感觉,所以我希望 有clubhouse的账号的网友 去房间 参加我们的互动,把你的声音发出来 那么没有账号的网友,或者是喜欢在YouTube上面的网友 来我们的 这个节目,那么在聊天室发表你的意见 所以基本上明天我们的这个 clubhouse的 直播 也会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让大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好吗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鸣谢一下 谢谢 好久没赶上直播,但每期都有看,谢谢王老师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特别提醒一下 明天我们有clubhouse的直播 明天开始,我们的直播时间,我们的直播一会进行调整 那我们会发公告 那么请大家留意,好吗 谢谢大家,谢谢